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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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書展 參加我們今天的講座 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心愛語文學 性愛語文學 我是彭程 先介紹一下自己 今天是很特別的 今天是很特別 因為25年以來 在香港的書展 從來沒有談過這個題目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所以這應該是第一次 我們值得給你掌聲 第二個令我覺得很驚喜的 我發覺今天講這個題目 竟然我覺得是女生比男人多 是什麼原因? 是否現在我們的女生 對於情色有興趣? 這是什麼原因? 我今天不來 就是我第一次的現象 就是什麼呢? 我以為今天全都來的都是叔叔 但我今天發覺有很多美女 所以令我更加好奇 第三個我覺得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今天我們的兩位作者 就是鳳堂和劉建威 他們兩位都是 今天吸引大家來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 他們都是情色文學的作者 但是他們自己有多重不同的身份 對嗎? 兩位朋友的身份都很特別 鳳堂他自己本身就是讀醫學的 一個醫學博士 來的 苦科的總流科 然後也是工商管理的碩士 也是前McKenzie的全球合夥人之一 更加是華人集團前的醫療的CEO 劉建威是一個藝平人 是一個食家 香港第一代的私房菜館 但是兩位竟然都和文字戀上 還要寫成績小說 寫成績的故事 為什麼呢? 我就真的很好奇 大家想不想知道呢? 想不想? 我今天很多問題 很想問他們 待會他們當然會發表他們自己的看法 稍後他們也希望和大家有更多交流 你們想不想和我們兩位作者有更多交流? 常常跟我們兩位作者有更多的交流 我們最後的時間 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發問 好嗎? 好 這個時間我們再次以你的掌聲 歡迎我們兩位作家 鳳唐先生 劉建威先生 有請我們兩位作者 鳳唐先生 劉建威先生 好 兩位都是美男子 兩位都是帥哥 這個時間我們先請鳳唐 和我們聊聊天 你好鳳唐 謝謝主持人 謝謝各位 我知道在座各位 不少都是從大陸趕過來 今天又不是星期六 又不是星期天 又不是晚上 謝謝大家的時間 在後邊能聽到我聲音嗎? 最後 非常抱歉 這個 我來了之後呢 好久沒來香港了 對這個香港的冷氣 這個 預防不足 又 然後 嗓子又 比較 比較雅了 剛才接受了一場訪談 然後 現在可能說話更痛苦一點 我就說的慢一點 讓各位呢 多包含 我今天多給大家留一點時間 就我那點破事呢 我想多數人都已經挺清楚了 我就很簡單的說三點 第一點呢 關於我自己 簡歷非常簡單 北京生北京長 七一年生人 然後 在協和念了八年 學復刻的醫學博士 今天呢 可以 大家多問一點 跟 醫學相關的這個 我還沒說完 文學問題 這個 剛才主持人也說 說這是香港書展 這麼有名的一個書展 第一次 來談這個 性 大家不好意思說的時候 就把它加 前面怎麼辦 加個人 人性 對吧 只是一種 人性而已 這個 然後 醫院畢業呢 我就去學MBA了 沒有具體臨床 沒有做多長時間 之後 然後去了一家資訊公司 McKinsey 做了九年 09年去華人集團 然後 11年呢 創建華人醫療 前 前兩三個禮拜 去上個月底 第二次成 大致是一個 我這個很簡單的 這個 生活經歷 從寫書呢 十四五歲 開始寫書 十七歲 寫完第一個長篇 到現在呢 不緊不慢的 這個 剛才我看這個 天地的 2014年圖書目 嚇我一跳 這個我看 我們這些前輩 像這個 藝書啊 李碧華啊 藝書竟然這個 應該有 不重複的有接近三百種啊 這個 我想我這輩子都 做不到這一點了 然後我看古龍也有 也有四五十種 我覺得使勁追追或許還行 簡單的說 我過去寫作的這個三十年呢 應該來講是一個文學屌絲的勵志過程 逐漸地尋夢和夢圓的過程吧 也就是說從一個最開始 喜歡寫點東西 到後來呢 哪怕工作再忙 有八九十小時一個禮拜的工作 還是能爭取用每年的年假 周末來寫東西 爭取能達到兩三年 出一本書的這麼一個狀態 到今天 我覺得一方面看也挺有病的 另一方面看呢 也挺勵志的 也是我想文學呢 一直會有未及作者 未及讀者的作用 所以我想 也希望這種有病呢 能多一點 能持續的時間長一點 第二點呢 關於博二 博二呢 我記得挺清楚的 是三年前 在座的著名出版人 著名的出版公司 這個天地圖書 顏春宮顏主編 還有這個 成門董事長也 基本認可 說這個書 能出 聽上去是一個小事啊 但對我來說是個大事 因為 博二寫完的時候 我就沒報任何希望 國內能出 拿到 先是拿到台灣 因為我之前在台灣出過幾本書 台灣也說 哎呀不行 這個尺度太大 其實呢 我不是特別理解 這個 因為在座可能也有看過的啊 其實尺度呢 那怎麼著也大不過 某些AV 對吧 這個 特別是這個 東營AV 這個也大 那變態程度更比不上了 對吧 然後 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天地之大 就幾乎沒有出版的可能 我覺得還是幸虧有了香港 有了一個 呃 發言更自由的地方 呃 能夠 分辨出 分辨出 哪些 是呃 為了生理需要的呃 呃 這個 寫作 哪些是 為了心理需要的寫作 而博二呢 我覺得是一個很嚴肅的 為了心理需要的寫作呃 呃 出版之後 當時的緣起呃 呃 也簡單也複雜 因為我自己學一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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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呢也跟其他動物一樣 他有一個呃 呃 生理的高峰期 也就是說 呃 用我一個雜文的名字來說呢 你不可能永遠尿得那麼高 呃 呃 我呢把 呃 呃 作為我40歲的生日禮物 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呃 趁我這個寄宿水平還OK的時候 呃 呃 關於性呢 呃 呃 寫一本這個 呃 關於性的小說 呃 基本就這麼一個緣起 當時呢 故意呢把這個時代呢 設在初唐 就是這個呃 唐高宗的時候 也就是說在五四天之前 那個時候呢 是一個呃 很自由很美好的時代 很多的那個時候的高官呢 往往呢 就是雜種 就是呃 呃 不是貶义的雜種啊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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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原來 呃 你看叫兩個字的 往往是這個 是胡人 像令狐啊 像這那時候 都是有胡人血統的 呃 呃 而且非常開放 那個時候當公主比較愉快 這個 比如說你找來一個這個男的 覺得呃 這個這個 那時候你是有這種呃 像貌孔 你找了一個男的 覺得挺好看的 呃 過了一陣 這個公主覺得沒意思了 她可以把那男的折騰死 然後自己在這個找一個尼古安啊 找一個寺廟啊 呃 呃 我看那個歷史上時間越來越短 開始可能還呃一年 後來就呃幾個星期 出來之後就再找一個 這個 所以當時當公主 比清朝時候當公主 我看愉快多了 就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時代 然後找了一個禅宗的切入口 這禅宗切入口呢 當時是有兩點還是讓我特別感興趣 一個地方呢 就禅宗是一個我見過的最自由的呃 呃 包括六祖谈经 这样它很经典的文章 不长 大家可能也都有人看过 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 里边至少有一个人上手改过 就不是原来的 本来的话语记录 有明显的文字的风格的差异 以及甚至内容的差异 至少是几个人改过 还是三个人改过 充分地就在一个谈经的文本上 就已经充分显示了 这个教派的对于任何权威的 任何所谓已经继承秩序的 这个自由的挑战 第二个呢 这个即使这么一个流派 当时如果你读相关的历史 也会看到 它从四祖交到五祖 五祖交到六祖 特别是五祖交到六祖的时候 产生巨大的权力斗争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个 有人的地方没有政治 有人的地方没有斗争 看得也挺心惊肉跳的 我觉得就基于这两个线呢 总结了这本小说 这个小说呢 我刚才来之前 又跟严主编确认了一下 听说是创造了香港的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呢 就是最畅销的纯小说 纯文学小说 有史以来的 有可能是开部以来的 最畅销的这个纯文学小说 我呢 经常面对这个 跟各位一样 经常面对残酷的世界 有时候经常给自己找点 比较开心的事 这件事呢 在过去两三年 一直是我比较开心的一件事 每回想起来呢 就会偷偷笑醒 这个虽然的确 没挣到什么钱 因为各位也知道 这个香港图书市场太小了 卖到最好 也就是十万的这个量级 这是博尔 第三个呢 用很快的时间说说 这个今年的这本新书 宿女经 这个宿女经呢 当时写的缘起 是以博尔为这个 主要的三部曲 这个怪类乱神三部曲 写完之后呢 我在想 是不是我想写的都写完了 我是不是可以 就按我小时候的理想 把该写的写完了 剩下就可以过着吃喝嫖赌 抽的这个幸福的生活 但是呢 我发现还是不行 这个因为那个 很多人呢 这个很多读者有时候来信 说博尔 有什么问题呢 说博尔里边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后来我就想起 我看过的一些赛车的电影 里边在字幕的最后 往往有一个巨大的声明 这个动作是在特定场合下 由专业车手 在有巨大保护下完成的 我为什么想说这个呢 我觉得博尔里边 很多人的这个 拿起放下的能力 很多里边的动作 各位不要模仿 否则呢 还真有可能会出一些医学问题 这转过的一个角度呢 不可笑的地方呢 我发现我的使命还没有完结 就是对我们 除了形而上的这些 关于性的 关于基因的 但是那形而下的 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战术性的东西 跟我们日常生活 连得更紧的一些东西 在哪里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些问题 是不是有问题 一定有的 具体名字我也不好意思点 我现在呢 这个自从35岁之后 失去了可以敞开骂人的 这个资格 甚至呢 前一阵有一个香港的老前辈 提前退休 还把我11年前 写了一篇杂文拎出来 说这是逼迫这个老前辈 退休的这个原动力 莫名其妙 这个具体就不谈了 但是呢 比如说各位也听过 有中年人 这个私奔的 对吧 有同样一个姓的 这个 这个 歌后 这个离婚的 有 类似 这个 出家的 对吧 这个 但是你想在现代社会 那私奔能奔到哪去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到什么地方 不要买瓶水喝 不要这个 找张床来睡 但是他为什么 去做了 而且这些事情 我觉得除了文学 你解决不了的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人 都是商业上的好手 有些都已经功成名就 有些有很多的个人财富 有些有很多的社会地位 但是仍旧解决不了 他人生的很根本的问题 这也是我观察周围呢 一些没那么出名的 也会发现 他们也有跟这些 所谓出名的 类似的问题 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 身边几个 跟我有些差异的 但是困扰比较大的 人作为原型 简单地说这本书呢 说的是 清华理科猥琐男 海归创业私奔的故事 这第一次写的 不是一个半字转体 这个 当然不二是第一次 sorry 这个写现实生活 这是第一次 不是一个半字转体 写的是我这个 长期的这个心理上的 这个情敌 这个清华男生 这个特别是 这个理科猥琐男 这个从他们的心态 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 有非常可爱的地方 比如说一直想考虑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里边呢 有这个田小明 有一个巨著 大家有可能看过的知道 叫论一切 就是他要思考一切 也就是从他的一个 这个求学去美国 然后再回来 再遇上不同的女生 产生的这种 心灵和肉体的大战 等等 这个引发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已经说的 有点多了 最后呢 再次谢谢各位 各位的时间来捧场 谢谢 谢谢 谢谢冯涛 早上谈这个 真有意思 是吗 好 根据加倍 老金瓦先生 有请刘建辉 我刚才讲 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好 两个人都讲 我的普通话很普通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 以前念的是艺术的历史 然后我就写了十年那个艺术评论 后来因为我是一个坐不稳的人 就不喜欢把自己定位 所以后来就跟着自己的兴趣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尤其是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 就去了搞那个饮食业 然后最主要是 尤其是搞那个四房菜 也开了一条路自己走 也有让别人走 然后我就一直很喜欢写着 我到现在还是在那个信报 有一个专栏每天在写 这个专栏已经写了差不多十八年 就每天写 然后题材什么都有 有饮食的啦 有政治啦 有信了什么都有 乱吃八糟 主要写我的生活的经验 然后这本书是怎么样会出现的呢 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 饮食男女的总编辑 就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他说你给我们开个专栏好不好 我一想就答应下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构思 我就觉得我可以出节目一本书 譬如说我访问一个人 然后问他最深刻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又再说 又再把他最喜欢的菜 也那个食谱写出来 又拍一个很记录性的印照 就是黑白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加起来会很动人 因为我一开始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专栏可以这样写 所以那个专栏开始的时候 都是讲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跟饮食是有关系的 当然是没有那个照片 可是写了不久 就发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每一个星期 那个饮食男女是每个星期出一次的 找一个故事已经很困难 要是找跟饮食有关系的故事更困难 变了大概写了两三年 就那个菜谱跟那个故事的 拖了沟 就只有那个短编的故事 因为那个故事 都是大概一千六百字左右的 一个很短的故事 那我怎么样去写这个故事呢 就是因为我也是念那个视觉艺术的 视觉艺术 大家知道在三个世纪初的时候 就有一种新的绘画的方法 就是把那个现实的东西 搭进那个绘画里头 比如说一些车票啦 一些照片啦 就放在那个画里头 换句话说 跟传统绘画不一样就是 不光是那个作者画家 他自己去把整部画画出来 而是加上一些现成的客观的东西 我就用了这个叫拼铁的方法 Collage 然后我就去找那些现成的东西 怎么找呢 我就每个星期周末了 就去酒吧去混 别人去钓鱼 我去钓故事 就因为在酒吧那种强壳 就你很容易跟陌生的人打交道 然后在那种氛围底下 大家变得开放一点 他们会把一些故事告诉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写作的过程里头 我的眼界也比较拓大了很多 因为我一定要用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 去听那些故事 去写那些故事 我才可以源源不绝地有故事 要是我一找就有一些什么道德判断 就是把那个门关起来 别人也不会跟你去说 因为你写起来也是很保守 所以我觉得这种写作的方法 就对我来说是我比较懒惰 就很方便 因为我没有必要闭门造句 就有很多现成的故事 然后我重新把它阻击起来 重新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故事 里头的故事有很多都是跟性有关系 可是也有很多不是跟性有关系的 这个主要就是我想 然后我把我的眼光拓大了 因为有些事情我以前从来没经验过 我听都没听说过 譬如说有一种叫恋残者 这里头有两个故事 什么叫恋残者呢 就是有些人他是喜欢那个异性 没了一个腿 没了一个手 他们跟那个同性恋的人是一样的 有些是天生的 有些是后舞天的 可是跟同性恋的人不一样 就是现在那些同性恋 很多人都出柜了 出柜 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 可是大部分的恋残者 他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可能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压力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譬如说我跟我讲故事 那个是个女孩子 她一直都是用那个一只 就是假的腿 由小到大 那个一只是五公斤重 然后她有一次碰到一个外国人 就改变了她的人生 那个外国人说 你为什么不把她硬掉 结果她就硬掉 她第一次 到了二十多岁 第一次看到妓子穿裙子 因为过去她用那个意志 不可能穿裙子 而那个 其实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她也不知道有恋残结那回事 就是有一次 她有点好像失恋的样子 因为她没把那种关系当得很认真 她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她有一次她觉得有点失恋的感觉了 她就有点无聊 就在网上经有 然后那个回应是有超过150个回应 然后她就发觉 原来有些人是喜欢 没掉一条腿的人 而且非常地受欢迎 这个是我过去都不知道的 只是更极端一点 有些人是认识 就是喜欢那个尸体 比如说现在很多新的演艺 好像那白雪公主 就是一个认识的例证 为什么 无端端怎么会有一个王子去 kiss一个女人的尸体 还有我们那个游园惊梦 也是一种认识的现象 所以你看你怎么样从文化的角度 去看我们的历史 重新去审视我们的文化 可是无论如何 我个人的得意就是 从那个过程里头 我真的把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改变 另外就是一种 另外一个比较深刻的经验 就是SM SM 因为我以前也不知道这回事 只是我想很多民族 可能也有同样的倾向 可是SM在外国的文化 跟本地很不一样 因为我们老想到 SM一定跟那个性有关系 因为都好像跟那个性爱 好像一个游气 只是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很大部分的结果 都是用那个性爱来结束 香港有那么很小一个圈子 他们在玩这个游气 然后当中有一位女士 她讲了一句话很好 她说SM是一个盛宴 而那个sex 那个性 只不过是一个甜品 所以我为了体验生活 我也去那个SM派对 那当时你做什么 蛮好玩 好 这是早上 不用谈 待会分享这个经验 所以我就觉得 基本上我觉得 性是我们的人生 不可缺小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 那个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压抑的非常厉害 我甚至我觉得好像 香港比那个国内更压抑 用那种压抑 用一种很七行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时你看那些香港那些八卦杂志 就是很威胁的 就是拍原路点啦 什么路纳啦 什么 这个我想西方人看起来 多可笑的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对那个Sex 又要有一种比较开放正确的态度 就不要那么沉重把太多道德的东西压住自己 我觉得我常常有一句很出名的话 那个昆德拉 就写那个生命里哪里承受的轻 那个昆德拉 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我们不要那么一本正经 我们想象的 我们看到的人生 想象的人生 跟真实的人生很不一样 要是你留意的话 我这本书前面有个序言 就是那个刘凡教授写的 变得好像他的生活 跟我的生活相差太远 因为他看了那些故事 他说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在我的生活里头 这些事情从来没发生过 所以是每个人的生活经验 有很大的差异 对我来说 这里百分之九十的故事 都是真的 我的想象力还没有那么丰富 我只不过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 因为我就发现 我们做人过例子 要不要有那么多的负担 那么多的偏见 我一直在文化上的 在道德上的 所以我就觉得 在那个写着的过程 也是我一个成奖的过程 尽管我年纪也不小 还在成奖 所以我也很幸运 那个时候在影视男女 一开始那个专栏 他们有几个专栏 那个时候是香港 最抢销的一个杂志 每期要卖三十多万份 那个时候他们 因为那个遗传们 是非常的现实的 他们不断地做那个 市场读者的调查 那个专栏由一开始 就是最受欢迎的专栏 也好像今天 好像喜欢那个专栏的 都是女性多一点 然后这个专栏 我就发觉一方面 是我个人也学了不小东西 其实也补充了 那个影视男女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他们一开始 你的名字就是影视男女 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本王书的 可是做了几期 就发觉他要进入家庭 就把那个王书拿掉 后来我无意中 就做了他们想做 还做不成的事情 里头因为有很多故事 都跟那个性有一些关系 我想我讲到这里差不多 好 我们给点掌声 来建威 好不好 好 我们唱都不亚义 所以我们 今天早上都来了 这里 好吗 以下来的时间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 互动一下 聊聊天 不过 我想先 看一下你们两位 自己对于一些题目 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性爱与文学 性爱与文学 那讲到底 都是性爱都是好识 这样 那你们写的那些传播 全部都是跟性爱有关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男人 所以你们好识 所以你们有兴趣呢 两位可以一起先讲 我简单补充一下 有点题外话 我本来这个讲演的题目 原来打算是让文学播起来 可是后来 一些原因就换了一个比较平淡的名字 另外一点补充就是本来 今天要是有多一个人更好 就是台湾的李昂 变了就是两岸三地的佐姐 都一起去谈性跟文学的关系 李昂也是写了一些书 北港乡路人人差 最近写了路边甘蔗众人坎 可是他就受邀去了 一本做两个演讲 他来不了 其实他也蛮喜欢来 好 再回应你的问题就是 当然之每个男人都对那个性 很感兴趣 变成这个写作的过程 当然也接了很多自己的新幻想 不可能别人让你站在他床边 看着他做爱的吧 所以当然就是那个兴趣是很基本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也想去挑战 那个到底好像饮食男女 接摸一个进入家庭的杂志 他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我就很喜欢他们把我的文章抽掉 可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他们非常的开放 从来没有人改我的文章 要教我怎么样做话 就把文章抽起来 所以我还是感谢那个 《饮食男女》那个杂志 对 抽掉就是大新闻了 对了 好 冯唐 因为我不太确定 我是不是摆那个问题听明白了 好 我用广东话再讲一次 那你明白是吗 我基本猜到了 就是男的是不是都会对女的感兴趣 是这意思吧 肯定啦 因为我也没做过全部调查 这个也没抽样过 但是从我自己角度呢 是是的 这可能也是我没告诉过别人 就是为什么学妇科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从一个 在那样一个环境最合理 最坦诚 最科学的态度 了解一下这个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吧 对 而且呢 我是这么看 为什么说这个心爱与文学 这个怎么引到文学的 本来我以为呢 学了八年 特别是后边两三年 都在妇科泡着 应该来讲能解决我的疑问了 能解决我的问题了 但实际就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没有 这也是为什么 持续地在用文学的手段 来描写这件事情 探索这件事情 刚才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还说 这个 所谓的纯文学跟 性文学 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 这个差异的 最大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我的主要的目的 是要解决 是要解决 灵肉关系 也就是要解决心理问题 而不是解决生理问题 因为在生理上呢 有太多更简单的解决方式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有冲气娃娃 对吧 大家都知道 这个 有各种能动的东西 大家也知道 有这个 有更简单的视频 但是为什么 还是需要文学 为什么 博尔还是 在现代这么一个互联网时代 还是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 还能卖 十万本 当然这十万本 有可能 八万本是 我们 这个 内地同胞买去的 而这八万本里边 我想可能有七万本 是女生买去的 我就觉得呢 真是很感激 而且我也很幸运 当时的角度 选择是对的 当时的本心 发心 发愿是对的 也就是说 人性 的确是提供了 很多 在这个 灵肉方面 太矛盾的东西 需要我们 正确面对 需要我们 通过文学的途径 达到 这个 按那个北京话说 不傻逼的状态 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这边 女生 你老公 这个 出去 这个 晚上啊 本来是 约了看电影 看完电影吃饭 吃完饭之后 回家睡觉 结果呢 这个 看电影 他就没来 手机没接 然后你就一直打电话 都 没有任何回应 找不着人 第二天 第二天回来了 如果你会发现说 这个 他去抢险了 救灾了 你会觉得他很了不起 对吧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他去睡你闺蜜了 跟你闺蜜表白了 或你闺蜜跟他表白了 你会很气愤 对吧 可是你要跳出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 极端混蛋的角度 你会想 诶 实际上就是你 昨天晚上没见到他 对吧 这个 其实你过去的那个 八个小时也好 十个小时也好 是没区别的 一点都不好笑 我要补充一点 我有一个朋友 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蛮深刻的 你们都记住了 他说到底男人做哪件事 跟那个性没有关系 这个我觉得讲得很好 因为可能我们表面看 男人对那个钱啊 权利啊 名誉啊 都很感兴趣 可能这个不一定是 那个 最后的目标 最后的目标可能就是 要 令那个女人很佩服她 然后她得到一种 很完美的性 是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讲得很好 所以这个很自然的事情 这块稍稍插一句啊 这个 我提供一点 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路呢 跟建伟探讨 我原来呢 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觉得 我看到了 这个一些理科男 这个 我改变了 从某种程度上 改变了我的看法 有些呢 女朋友 这个漂白亮的 洗得香香的 然后说 然后说 你别着急 等我把这盘游戏打完 有个类似经历吧 对吧 这个呢 慢慢发展到 我觉得可能从一个角度 当时老天设计人的时候呢 没想到人会活这么长 到了 你会发现一个 父母那边有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很普遍的现象 到了他们六七十岁 慢慢不能睡在一张床上了 再到这个七八十岁的时候 不能在一间屋子里了 越来越变成个体 这个 男的越来越喜欢 别烦我 让我做点自己的事 这女的也说 OK 这个 别干扰我 我做点自己的事 只是 跳出来呢 我能看到 男性有两个地方 特别开心 一个地方就像刚才 建飞说的 对吧 这个 就跟路上 你见着小狗一样 很快乐地 上去 很好笑 不好笑 然后另外一种呢 其实呢 是游戏状态 它这游戏状态 不一定是 我自己觉得 不一定跟相关 这游戏状态 比如说踢场足球 有时候 真的没人看 你也会踢得很快乐 不是说 那当然你如如 你是十三四岁 十四五岁 情窦初开的时候 你闷斑花去了 你当时踢得会更开心的一点 这个 但是 你到四十岁去踢场足球的时候 那帮花来不来 无所谓的 只是补充一下 我看的角度 我觉得这里有个 个别性的差异 因为 每个人的生命力 都不一样 有些男人 三十多岁 已经下课了 可是好像 齐白石的例子 那个是王永豫告诉我的 有一次 毛泽东 请齐白石 吃饭 那个时候 齐白石 已经 九十多岁了 那个时候 毛泽东知道 他 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 他说 你很厉害 然后齐白石 回答 他是三个字 还能感 所以你想 一个三十多岁 就下课人 跟齐白石 那个区别就很大了 肯定说 自己能够 做得到了 是吗 好 有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有问题 可以介绍我们一起发布 好吗 这边 那个 第四排的 这个女士 对 我听到 好 大声点就可以了 谢谢您 两位作家好 不要照 照那儿 我是来自 离 垂阳流 两个公共汽车站 离东丹一站的地方 很高兴能够到这里 那 这个 特别是今天这个主题 我觉得 要感谢 像 冯唐老师说的 冯唐先生吧 说的 感谢这个书展能有这么一个真实实在的平台 在这个主持人没有说艺人一个问题之前 我有三个问题 但是 可以可以只回答我一个 尊重大家吗 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三个问题都是问这个冯唐先生的 第一呢 是 就是 可能有点残酷 也可能这个时间问有一点早 就是请你 我不知道你 从这个非医学 特别是这个副科学的角度 怎么样来看待死亡 第二 这个 能够在这里跟你对话 我今天虽然穿了这个小二来 但是 不用怕 也可以说话 这个 就是在 大九之前 烟草之后 文字 之外 你内心孤独吗 第三个问题呢 是 这个题目 第一个关联词 可能更多地 留给其他的 这个朋友去问 关于文学 或者关于说写字这事 如果 稍稍有点残酷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说 你的字 不写了 不管什么原因 你会做什么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这位 家乡人 我估计您在 实际口住 应该 应该就那么大一个地方 很简单地说 我在有一个文章 跟协和的实力师们交流的时候 说 十个我在协和学到的事情 其中最后一个 就是人是要死的 一定要记住这个 我觉得特别重要 其实 我在过去的 十年吧 五到十年 经历了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啊 有些 所谓的大白话 好像的道理 听上去 很普通 比如说 这个 诸事无常 比如说 激流勇退 像这些事情 听上去好像 一点都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 但你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看这个楼起来 你看它楼塌了 其实你会造成 你内心很多的反应 包括是 像说这个 激流勇退 听上去像一个中性词 但你要 真到了那个情况的时候 你会知道那有多难 然后呢 过了之后 你又会体会到 那有多 那有可能有多快 简单的 我想说什么呢 大家要建立自己的 价值标准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尊重几个基本事实 比如说 人是要死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挣多少钱 你也带不走的 总有一天 是你要走的 就像我们 进手术室的时候 说 你把 所有属于你的 你都 摘下来 包括你的戒指 你的耳环 你的项链 你就赤条条 进手术室 被人一裹 进手术室 到底是累死的 大家在这个情况下呢 想一想 至少我经常会 这么想一想 在解决温饱之后 在人还会 一定会死的 这么一个前提下 我如何花我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 特别感谢大家 的时间 这个如果不值 那没办法 这个 你的时间花错了 现在我最感谢 别人的就是时间 就是别人 花在我身上的时间 我最吝啬的 也是我花在 别人身上的时间 这个 再多说一句呢 就是说你 所谓的 这个 孤独感呢 我觉得是 一个人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 都需要 别人跟你的陪伴 或其他的事情的陪伴 来填满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 越来越心虚 越来越觉得 你连坐下都坐不下 你连停下都停不下 这时候我觉得 是出问题的 所以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呢 就每天哪怕再忙 我会给自己 哪怕五分钟的时间 稍稍地摆脑底 清空清空 自己跟自己 待一小小会儿 最后想说的呢 其实 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 美好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 尽管 我们都会死的 但是 这个世界值得我们 拼命去耍 对吧 这个 有这么多美食 对吧 有这么多美色 对不对 这个 我如果写不了文章的时候 我还可以翻译 其实 我接了一个活 就是翻译 泰格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 我答应这个 三个月之内 给它翻完的 我想 我还可以 做一些 还想做 好多好玩的事 比如说 学习甲骨文 比如说 研究研究萨满教 我觉得 好多事情 是好玩的 而且对世界是有用的 谢谢 刘健威呢 你对孤独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你觉得写作 是不是都是 是有一个孤独的感觉 还有刚才冯唐说的 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些孤独感 才对 懂得和自己相处 才可以呢 我觉得 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 因为 人生很多事情 被人可以关心 可是不能够跟你分担 包括你对 对人生一些体验 某一种孤独感 不一定 你身边的人 也可以跟你分享 我觉得这是 做人 人生的一个部分 我会很 珍视这个部分 包括孤独 这也是真正 自己去面对 自己的人生 当然我发觉 我吃跟蓬堂 是很相近的 我们都非常 喜欢生活 很享受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觉得 要是再进入一步 想 我不知道我明天早上 起不起得来 那你可能会 活得更痛快一点 更投入 去享受你 每一分钟 你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 孤独对 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Enjoy every moment in your life Right and seize every day 好 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举手 可以问一问 问一下那边先好吗 后面那个男生 穿黑色衣服 对 对 是你 有 有 有 谢谢 谢谢 今天在这里非常开心 谢谢两位老师 我有两个问题 希望老师可以回答一下 第一个是 你觉得 性爱在你的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的位置 就换句话讲 你怎么去理解 性爱对你生活的影响 就只是你的答案 不要说别人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非常羡慕 两位老师现在生活 我也是一个特别爱折腾 特别喜欢生活 有很多 就是 好奇心 然后也有很多 能量的人 我就在琢磨一件事情 我要怎么样和 二位老师去学习一下 然后从而让我的生活 也可以变得更加丰富 更加有趣一点 这样 可以提点意见 谢谢 好 你先来 你先来 先听在前面 对 性爱对生活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性爱就跟我们吃饭一样 都是很基本的需要 也要不断地去锻炼 锻炼 很重要 不不 我意思就是 好像我刚才说 有些人三十多岁就下课了 一方面可能是生理项 他的生命力不强 可是另外这个事情是 越做越有 越不做就没有 所以我昨天也看了一个 很有趣的电影 大家应该看看 非常好的一个 关于性的电影 就是性相隐 性相隐 对吗 里头有一句话 就说 不知道你是医学的专家 就是那些精子 要是你不用的话 可能它慢慢会退化的 所以我对我来说 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也不要特别地 夸张地去强调 当然有时候 人很难保持这么一个平衡 我知道 可是对我来说 性对我的生活跟生命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有一天 我不能干的那个时候 我的心态是怎么样 可是到现在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人保持 他的一个生命 生理的平衡 心理跟生理的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是我那个朋友 那句话 我觉得蛮深刻 有些人可能他 没了性 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好像司马迁 他是没有性 他可以把史记写出来 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力 他做了很多不平衡的事情 好像我们看到历史 像很多 太监就是这样做 就影响了中国的政治 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 每个人保持自己一种 很健康的生活 就是心理跟生理的平衡 性就要真正地面对自己 跟性那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谢谢 谢谢啊 刚才建威说司马迁那个 我曾经献给司马迁一句诗 这个写写在这个苏女经的封面上 叫没有下体 我还可以燃烧你 这就为了纪念司马迁写的 开玩笑 简单地说 我是这么看 它是 关于性呢 你刚才那个角度呢 我觉得有两个点 一个点呢 其实性是可以和上洗手间喝茶 两个人分一瓶红酒 吃一条鱼 我想可以有类似的快乐 或者说带引号的麻烦 我想这个这是一个角度 按道理啊 按道理 你想想它也是通过你的行为完成的 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要憋着呢 憋时间长了呢 的确是会不好的 这个憋长了 你自己会扭曲的 就像你小便憋长了 对吧 你这个会出现生理问题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想这也是在人性里边 它的确是这件事 似乎跟刚才说那件事不一样 这宗教经里边也像 探索的也是 为什么会不一样 你到底在这件事上 多想了什么 为什么会多想 造成了什么麻烦 有时候呢 甚至比如说 人家只是想跟你 对吧 这个 做一下 然后呢 但你跟他想的不一样 你想要做好几下 这就产生了问题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是对一件事物的 大家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围绕这件事 太容易产生 患得患失 太容易产生差异 才造成巨大的问题 这个 我是也见过 比如说 最开始 只是说 大家吃个饭 只是说 这个 今天晚上 一块抱一抱 抱着睡 慢慢呢 就想 你的存折也归我用 慢慢想着呢 你的存折只归我用 等等 一系列 他牵扯了太多的 不该牵扯的问题 这个呢 不是一方的事 有可能是两方的事 从这个角度讲 我觉得也是人 人世间 一个非常大的悲哀 就是说 你很难找到 基于 这个 性爱这个主题 三观 跟你非常类似的人 非常难 所以说 你要碰 这个 也可能是 人生好玩的一个地方 你要 不断地受挫折 不断地 这个被打击 基本我是 这么看这个 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是非常反对 在这件事上 用一个人的价值观 去指责 其他人的价值观 有些最近 出现了一些词 那简直匪夷所思 都21世纪了 怎么这种词 还能再冒出来 就是对一些 莫名其妙的指责 人 只要俩人 我自己觉得 自己个人观点 因为你问我个人观点 只要两个人乐意 只要不为了钱 我觉得就是 干净而美好的 跟其他事情 一点关系都没有 再很直接地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我想呢 人第一步 成年人啊 要能够自己自足 之后再 跟着自己的好奇心 跟着自己的热情 多走走 你会变得容易快乐一点 所谓自己自足 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 这个 叫Burning rate 要低一点 就是每月的花销 要少一点 对吧 比如说 对吧 你一个小伙子 你非要这个 同时有六个女朋友 那是比较累 对吧 这个 第二个呢 适当的 这个 量 量出为入 挣点自己 够花的钱 基本就这样 剩下的事情 物竞双天 这个 敬自由 对吧 我觉得还是 你自己想干点嘛 就干点嘛 谢谢 很多人举手了 好 给一个中间 蓝色 这个 中间蓝色 来了 现在来 等一下 慢慢来 没理事了 那个 冯老师 你好 那个 您对我的影响 非常的重大 我表 我表示感谢 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 想问您 第一个问题是 通过您的作品 可以看得出 您特别喜欢读书 那么请问 您在书籍阅读 尤其是在管理类 书籍阅读方面 有什么经验和技巧 第二个问题 作为管理咨询业界的前辈 假如您的记忆被清空 关于麦肯锡 您最想保留的 三门手艺是什么 谢谢 谢谢啊 这个 两个问题 可以和在一起答 这个 书呢 我是这样看 在金线之上的 因为我创了一个词 2012年 这个年度的词 难度 挑的是金线 我觉得金线之上的 挑自己爱看的看 我觉得两段啊 金线之上的 挑自己爱看的看 也就是说 别让自己往下边出流 但是呢 在上面之 这个金线之上呢 也别难为自己 对吧 比如说你不爱看 单美小说 你偏要逼着自己 看单美小说 你自己跟自己 过去不去嘛 女生才看单美小说 这个 管理类的呢 我自己有 反而有一个建议 因为我自己也 上过美国的 那个两年的MBA 然后之后也 在这个麦给西 干过很多年 其实管理类 写的好的书并不多 我倒是认为 你可以 把两个东西 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从管理类的 这个英文教材 学一些基本知识 比如说你报表 要会看吧 对吧 你基本的账目 会看吧 你基本的这个战略的 一些核心词汇 但是不要一个一个字 细读 那这么着真是浪费生命 但另外呢 你结合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的这个宝藏 没有被开发 特别是管理类的 特别是对中国这种 以缺德服人的各种技术 这个说得很清楚 我觉得多读读历史 如果历史呢 最极大成的 是这个偏保守的 这个自治通鉴 这个实际呢 有点还是太嚣张的地方 就是毕竟是一个 残疾 带 就是那方面 有一点残疾的 仇恨社会的 那么一个才子写的 他有他很美的地方 但是他有一些 太偏激的地方 这基本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啊 我自己个人看法 你第二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 曼西德的长处 是在早期 教了很多 非常实用的 基本技术 这种基本技术呢 正好是因为 从公职上退下来 从全职上退下来 我也很可能 很快会定 或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 定做一个视频栏目 短的视频栏目 我想我有些 原来学的一些东西 可以用这些 短视频的来讲出来 如果你说三个技艺 我觉得第一 是金字塔写作 就是如何能写一个 清晰流畅的签字文 这个太重要了 第二个 我觉得是如何做访谈 当然咱们有 著名主持人专业访谈 其实做管理咨询 做商业也有很多访谈 也就是说 你要明白 What's going on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不是自心里想 怎么回事 第三个 我认为是讲PPT 就是讲PPT 甚至不是做PPT PPT有些人 可以做得像史一样 但是他就可以 讲得很好 这个讲PPT呢 如何用十分钟 能把一个事讲明白 在PPT的帮助下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社会 谢谢 好 我问刘建惠 对于你来讲 你看很多书 我知道 对你来讲 有什么书 对你来讲的影响 是很新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要吗 我看书都是乱吃八糟的 对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好像什么都包含的 就是 真的多看几片《红楼梦》 有兴趣的 《红楼梦》 里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好 明白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后面 这里有个女孩 好 好 你两个 是 那个 喂 是 感谢两位老师 就是我问一个回归主题的问题 就上个星期我上了香港另外一位女性的艺术家作家 就是尤靖老师的一堂课 然后他在课上就讲那个色情文学 情色文学就提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他认为情色文学本身 是可以那个拓宽整个社会的自由度 就是说他不停地在触及一些人们的那个局限 或者是人们不能接受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 就是我大概觉得好像有道理 但是我不太能够非常明确地知道说 性爱文学跟那个整个社会的自由度 或者说上升到政治层面 政治自由方面有什么样的关系 就不知道老师怎么样理解说情色文学 甚至性爱这件事情本身跟政治的关系 谢谢 我想这个也是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 好像我刚才也提到 我一直在尝试去试去推那个社会的道德的底线 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多少受到那个现代主义的影响 因为现代主义一个基本的精神 就是推翻所有的建计 包括那个继承的嫉妒 包括那个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 都强势用一种重新很新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去重新地演绎这个世界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文学家 它去开拓一般人的感情跟那个思想 那个层面 不断去打破一些固定的东西 开拓新的东西 是非常地重要 而我觉得这个性爱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应该无论在政治上 在道德上 在宗教上 都应该有人不断去强势去开创新的东西 把旧的东西推翻 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啊 我这个说三点 第一点呢 沿着建伟老师的话说 就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整体 走出自己的舒适空间 就所谓comfort zone 这怎么讲呢 有时候为什么我喜欢看历史 我喜欢看大尺度时间上 大尺度空间上 发生了哪些事情 也就是说 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 这么一个环境 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事情 或者是绝对禁忌的事情 在历史的某个时候 它存在 举个简单例子 那这个在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有原始社会好的地方 那对吧 你跑得快 你可以一天上午 可以抱三个姑娘 对吧 现在呢 可能就会有很多问题 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原始的宗教 它可以崇拜一片云彩 它可以甚至 拿一个美好的石头 石之美者为玉 拿个玉 做一个像云彩一样的 它来崇拜 也没有叫停 也没有说这个那个 这个一定要 清规戒律 一定要遵守 我觉得 人如果在更大尺度 刚才讲的 用那道思路去看看 哪些是美好的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善的 我想 人类社会会会变得更美好一点 我觉得是观念的突破 这是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个 我想 再绕一点弯子 讲一个 跟现代社会 真善美有关的 其实有些 看似复杂的东西 你可以归到 很接地气的小事 比如说 一些小孩 他们老跟我说 你看我们家孩子多聪明 我说呀 你不信问十个妈妈 没有说自己孩子是傻子的 都觉得 这四五岁小孩挺聪明的 但是 你要看 上学的时候 他早上起得来起不来 比如说 他回家是 先玩还是先做作业 等等一些基本的 这个习惯 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老说 提高素质 民族性 提高素质 然后这个 让这个官员不腐败 等等一大堆问题 其实呢 我觉得可以用 特别简单的方式 以后 选官员的时候 让他背背唐诗 如果能够 背写二十首以上唐诗的 可以当触级干部 能够墨写 一百首唐诗的 当局级干部 能背三百首唐诗的 就是这个唐诗三百首 有这个具体的选集嘛 翻开看 随便挑前面一句 他能背出来 可以当部级干部 听上去像邪说啊 可是大家想想 如果这个标准实施 你就不会看到 中国那么多城市里边 难看成那些样子的楼 你不可能看到 稍稍有点美感的 就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好了 类似的例子 也发生在星岸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真诚地 善良地 爱一个姑娘 甚至你跳出来 爱两个姑娘 爱三个姑娘 反过来一个 你爱一个小伙 爱两个小伙 爱三个小伙 你能呢 在这个过程中 尊重她的感受 能够帮助她 这个更加快乐 我想 你就不是一个很坏的人 你这人坏不到哪儿去 如果你一个星期 有一次 非常好的 这个 性爱 我想 你这一星期的生活质量 不会差到哪儿去 但反之 从来没有 黄树也不让你看 毛片也不让你看 这个 网上也静了 这个 洗头房也关了 按我们北京话 有一种话叫 这不是找事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 谢谢 好 还有没有问题 哇 很多问题啊 后面那个女孩 是 问完先 两位好 我这边有两个问题 就简单粗暴地提问一下 就不要太多铺垫 第一个问题是 想请问一下两位 对于性爱和民愤 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 不是常常很多 所谓主流舆论所批判的 什么婚前性行为啦 或者说 什么同性恋啦 或者说什么婚外情之类的 就这种东西 你们是怎么看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 我想请两位 从这个男性的角度 来讲一下 你们觉得 怎么来看一个女性 她到底是风流还是风骚呢 谢谢 第二个问题 你最后可不可以再说一遍 就是说你们两位请从男性的角度来 所以说你们怎么认为一个女性 她到底是风流还是风骚 风流还是风骚 对吗 对 我要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文学跟政治什么的关系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逢堂的书 《数女经》很快要在国内出版了 可是要删掉二万多个字 你想 这里是一个性的问题 也同时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也同样我觉得 提醒了 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或者作为一个作家 她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对我来说的 社会责任就是 要开拓 大家 那个感性的经验 还要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去让人去认识 去思考那个世界 要是做不到的话 这个应该是个很糟糕的作家 或者艺术家 他只不过在重复历史项 千千万万人在做的事情 这起码是我对自己一个要求 跟一个目标 所以 当我们说性爱文学 不光是文学的问题 也同时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要是有一天 那些人觉得 我要多看那两万多字 他可能要做很多的努力 甚至付出很多的代价 因为他要改变那个政治环境 他才可以让季节 让下一代 看到另外两万多个字 讲到这里那个政治 然后那个问题 然后的问题就是对你 风流风书的问题 感谢我们在香港可以谈这个题目 OK 这里是什么风流风 我觉得这是处理 那个人际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我们也要问那个 对性是有不同的态度 是不是要那么 好像我说那么沉重 很复杂的 好像刚才蓬唐也讲过 虽然我们觉得可以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 可是因为我们那个社会 那个文化结构各方面太复杂 变了人跟人的关系也变得很复杂 变了是我看好像 我昨天看那个电影《性向影》 就是那个女孩子 她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风流 或者风骚的一个概念 因为对她来说 她性是她去认识人生的其中一个渠道 她特别喜欢这个渠道 很多时候我们说风流风骚 就是说每个人 她在处理跟别人的关系下面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要是我们对性有一个比较开放一点的看法 就是不要把那么多东西附加在下面 可能那个问题就不存在 但这个很难 就是好像刚才蓬唐也说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可能是觉得很负面的东西 可是可能也是很有趣的一些东西 就是要是太直接 就变得可能我们变得好像猪了狗了那样 要来就来 就没了想象 就有了性就没了文学 所以因为那种复杂的关系 所以变得我们想的东西多了 可能也产生了一些文学的作品 简单地说 刚才建威说的这个删的两万字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创造了 我想可能文学的另外一个之前没有过的事情 我又补了几千字 然后就 这是我能做的这个最真诚的一件事 就是相对来说出了一个美好版 我也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就是国内这个版本 这么着呢 也照顾为我心情工作的国内出版社 他们也很不容易 第二个 刚才回答那位女生的问题 我其实刚才在我回答其他问题上 我表示我的观点 我觉得关键这件事是两个人的事 当然除非你要三聘那是别的事 只是这个 比较狭义的是两个人的事 也就是说 一 两个人要乐意 是发自于喜欢做的这件事 二 你不给他钱 他不给你钱 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道德的 至于其他 那就 这个是其他人的想法 但是我想指出呢 你不要低估 不要高估 你对抗这个社会语论的能力 也就是说 如果想做到刚才那样的这个观点 哪怕你认同 但离你真的能做到 还有距离的 就是你要掂量掂量 你内心是不是足够混蛋 这个也是我一直倡导的 就是你自己内心要够混蛋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当时想起 当时姜文跟刘小庆 在那个福中镇 演的一个特别经典的桥段 我觉得呢 很搞笑的是 在现在依旧有 极强的革命性和指导意义 他就说 OK 这不是咱俩搞的 不是破鞋 咱俩也不是通奸 咱俩是爱情各私大意识 我们是在一起 我觉得 更供各位参考 谢谢 大一好 封堂你好 我今天又是冲着您来的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 你怎么样看待 婚姻里面的性 如果说性在婚姻里面 占多大的比重 然后如果是无性的婚姻 你觉得应该 有怎么样去看一段 无性的婚姻 完完全全个人看法 婚姻呢 你想在 原始社会 应该是不存在的 这个 至于这个历史学家考证 原始社会是不存在的 我想你要考虑考虑 它为什么存在 它可能更是一个 财务的 世俗的 这个 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呢 我想 有社会的定义 但是最好 相关的两个人 要把契约呢 有一个自己的 约定 约得更细一点 约的版本呢 更 特异一点 也说你们俩的 关于婚姻的 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自己个人看法 二 如果两个人 长期 不愿意抱在一起睡的话 我自己觉得 个人觉得 是有问题的 从医学角度来讲呢 如果 这是真的 这个不涉及 下边这个要说的 不涉及任何 这个生理性的 不涉及任何 道德问题 如果 长期没有高潮 这个 得妇科炎症的概率 要高很多 因为这是有生理基础的 这个 它可以加速很多的血液循环 然后摆很多炎症 化解于无形 然后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仅男生 不仅女生 它在本质上 它需要快乐 这个 心爱也好 温学也好 它是 至少是快乐的 重要的来源之一 否则的话 你会面对 人生中很大一块时间 是缺乏快乐的 至少快乐不完整的 我自己个人看法 谢谢 最后的一条问题 冯唐先生您好 很高兴今天在这儿见到您 我有三个问题要问 第一个是 您的那个作品里面的 那个性描写 有多少是基于 真实经历 和那个亲身体验 然后有多少是 就是理想化的一个画面 或者是场景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您如何看待婚姻制度 它的合理性 大于不合理性 还是反之 第三个呢 是您刚刚讲到 就是说在性之中 只要你不给我钱 我不给你钱 然后双方乐意就可以 这提醒了我 就是最近一直 就是非常火热的 一个讨论 就是关于性产业的 那个合法化 我不知道您是否支持 这个性产业的合法化 谢谢 很快啊 这个很多是基于我的想象的 也就是说 真的吗 是真的 就是我本身不是一个 我知道有上瘾的 那种 这个更极端的 但 很不幸 我不是 这个 这不是故意为了不是 这的确不是 这个 第二个你说的呢 我觉得是 你第二个问题再提醒我一下 我还是想对了 我觉得这就是包括婚姻内的 包括两人从初相见到之后的 开始有苦的东西掺进来了 有些你会看一些古怪的东西 混了进来 对吧 然后到最后有可能能扭转 有可能扭转不了 像这些都是人性的复杂之处 有些是 就简单地说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还是要 一 你要跟相关的人 有所默契 或有所 这个 公开的 这个 谈话 我觉得不要 躲开这些问题 我自己 自己觉得 第二 如果这个古文叫不气 就是 大家 不能情投意合 该放就放嘛 对吧 这个 它有一个 有一个度 我里边这边有一个度 你不能见谁 都 这个 都怎么怎么样 但转过来 我觉得有一个莫大的悲哀 就是刚才我 我 我强调过 就是 你真的遇上 就是跟你 非常 契合的 概率非常小 这块有很多原因 一个是 你自己的原因 一个是别人的原因 因为有些地方 你 还没有 像自己 想象的 那么强大 还没有像 自己想象的 那么通透 这个 举个例子 我是 之后要写的 一个长篇里 会包括的 就是 大家可能记着 故城的那个例子 基础岛那个例子 三个人 有可能 之前谈好的 可是 它是 在某种程度上 太对抗 人性的 这个 某些 关键的命门 至少 这个三个人 没有做到 最后就成了悲剧 所以这也是 人性世界 复杂的地方 我觉得反正是 就跟对待 一些毒品似的 太极端 带引号 太欺负人的 这个地方呢 还是不要碰 我自己个人建议啊 除非你认为 你自己天赋一柄 抓起放下 这个 转瞬之间 就能 就能 就能完成 最后关于这个 性的那个 合法化的 我没做过 系统思考 但我认为 有两点 一 完完全全 用堵的方式 刚才也说过了 这也不让 那也不让 这也不让 那也不让 一定会出事了 这个 第二个呢 我是想呢 其实我自己 写过一篇短篇 写过一个杂文 叫 就关于日本 AV的 我觉得呢 在你遇不上 特别 契合的 在这个性产业 还没合法的时候 建议男生呢 其实 AV是一个 挺好的 途径的 非常干净 非常 没有风险 而且对你的 旅行生活 其实是有帮助的 也希望各位女生呢 多从 多个角度 特别刚才 我说的一个角度 来支持一下 这个 理科为所男的 类似活动 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 今天早上 你们来参加 我们这个 心爱语文学的座谈